台东旅馆处去年底到228连续假期 已经发生了两起登山客在嘉明湖山区 露营生引火的违法行为 由于当地属富含高油脂的真业离区 一旦引发生理大火损失恐怕是无法估计 目前依法最高可罚60万元之外 林务局也采取必要的登山管制措施 为了推广全民植树绿化 林务局将每年3月定为植树月 各地也纷纷响应举办植户树赠苗木活动 希望打造生态丰富的自然环境 但对比民众植树护树爱地球的行动 台东嘉明湖建茂斯山域 却接连发生登山客露营生引火的事件 真业树其实它的落叶其实富含油脂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现有引火不淡 或者是说发生延烧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这片森林可能就有面临很大的风险的一个机会 由于建茂斯山森林区内多维二叶松森林 林木及叶片中的油脂含量高 一旦火苗乱窜极容易引发森林大火 但针对违法行为 目前依森林法最高可处罚六十万元 但即便罚款再重 恐怕也无法负担起森林大火所带来的生态损失 对此台东林管处目前已加长巡逻级宣导 成立了森林调查监测志工队 那我们也会透过我们林政客跟观山工作站 这样跟我们的志工团队组成不定期的队伍到山上去宣导 如果说有旅券不听的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大概就会依照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来做处理 台东林管出表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短短不到三个月 就发生两起登山客声音获得违法行为 林务局目前已左手修改民众入山的相关管理规范 现在也积极和登山社团合作 协助向入山的民众加强宣导 禁止在森林营火的规定 这位小家会台东时报道